哈喽,我是堂子 最近把房子改完了,突然闲下来了 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了 想了想啊,家附近就有一片雨林 要不去看看有没有雨蛇神 有的话打劫它一下 先准备一点工具 一把能量剑,再做一个核心 大家都知道雨蛇神的老巢是有很多宝贝的 所以来回搬东西很麻烦 不如我直接在那里放一个星站 这样搬起东西来不就方便多了吗 嘿嘿,我可真机智 另外还要带一点黄铜钉 用来合成雨林之眼 出发出发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在这里面找到真的神庙呢 桃子姐最近的运气可真是不咋地呀 哎,走了没多远就让我找到了一个 不过可惜是个假的,没有神像 不要慌,再往里找一找 这片雨林还是挺大的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我肚子疼 阿里,你先找吧 我觉得我需要去拉个把把 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去去就回 我虎汉三又回来了 生龙活虎,活蹦乱跳 阿里站着不动,看来是已经找到了 来来来来 可惜这是个假的呀 这不是真的吗 我怎么记得这是假的 我记得这是真的呀 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记不清了 干脆做个羽灵之眼吧 试一试它到底是真是假 阿里已经找到了八个羽灵之心碎片 还差这最后一个 合成合成 我怎么记得这个是假的 啊,成功激活了 原来这个是真的 看来真的是我记错了 太久没有打羽蛇神了 都忘了真神庙长什么样子了 神殿拔地而起 羽蛇神有没有想我呀 别急,我马上就进来看你哦 哈哈哈哈 羽蛇神就在前面 稍等一下,先拿一桶水 哎,我去 你这直接就给我下毒了 亏我还想给你拿桶水呢 经过之前的一次惨痛教训 我现在每次打羽蛇神 都得先把这些岩浆浇灭了才行 我可不想辛辛苦苦大半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呀 就在前面打不好 麻飞要往后走 这么大片岩浆没看到呀 羽蛇神,你是不是瞎 还是说你想做烤蛇膏啊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现在好了 这一片地方都被我浇灭了 看你还怎么掉到岩浆里 这羽蛇神太热了 我水还没泡完的 它人就快死了 啊,不对 它蛇就快死了 嘿嘿,不好意思 经验又是被我吃到手了 今天想来的才是今天的重头鞋 搜刮 让我先来这里放一个星栈 方便运东西回去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 运个两趟三趟的 别想运完 这些东西该怎么分呢 嗯,这个呀 要不我们和平一点吧 送到的东西全部平分 这样比较公平嘛 行吧 我没意见 嗯,那就开始吧 羽蛇神虽然是最弱的boss 但它也是这个游戏里最富的boss 家里藏着各种各样的宝贝 小伙伴们找的时候 可一定要找仔细咯 在地上放个箱子 我这还没开始呢 身上就已经满了 幸亏羽蛇神家里有不少箱子 姐来用一下咯 家里的四块菜地可不能放过 尤其是对于前妻的我来说 这些可都是白剪的 还有菜地下面的这些框 别忘了挖走哦 好多的电视啊 身上没放块了 只能用水果来铺路了 这里是羽蛇神家里的一个小监狱 用来关押犯人 这个草舵现在可是好东西啊 繁殖动物必备物品 带走带走 天气预报器 正好有两个 我跟阿黎一人一个 墙上竟然还有钻石 可惜我的太额鸡稿子已经爆了 只能让阿黎来挖了 还有棉花框底下的钻石 不要忘记哦 看看看我们收集物质收集了这么多呢 接下来我把它分一分 分到两个箱子里 然后我们一趟一趟的运回去 剩下的就是铁力活啦 我家的藏宝格终于可以丰富起来了 坏了坏了小伙伴们 上次打羽蛇神的神圣树种子被我搞丢了 我找遍了箱子也没有找到呀 到底被我丢在哪了 难道运输的过程中把它给弄丢了 怎么办 阿黎上线会把我骂死的吧 啊 竟然找到了 在这里 看来是上次下线的时候 随手丢在这里了 哎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幸好找到了 不然不用阿黎骂我 我自己就撞墙撞死了 还有上次的这个天气预报器 就把它摆在二楼的这个地方吧 这样起床出门的时候 就能看见当天的天气了 阿黎阿黎 你说我们的神圣树要种在哪里呀 我看看 要不就种这吧 种在我的房子附近啊 嗯 我倒是没意见 挖个坑把这个小种子种进去 没想到这个小树苗还自带发光特效呢 阿黎 你这是干啥 先点仪式 拜拜 我也来 我也来 来来来 我们站到一起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嘛 小树苗 我们都给你跪一下了 你快一点长大吧 如果你能听到我们的呼唤 你就知一声 他长得好慢 我等不及了 还行吧 你看他不是已经长大了一点吗 看来这个祈祷仪式还挺管用的 相信我 他一会儿就会长大的 海面上有好多的灯米鸟啊 这个灯米鸟怎么还不消失 这都多久了 哎 卡了 等我卡过来的时候 神圣树已经长出来了 原来刚才的卡顿就是他造成的呀 这也长得太快了吧 一下子就变大了 对啊 肯定是我们的祈祷起了作用 我要做一个火箭背包 上去把神圣树果实摘下来 现在的火箭背包可太贵了 需要两桶岩浆 问题是现在的岩浆只能用钛合金筒啊 啊 心疼心疼 我的心在滴血 我决定随手挖个坑 就去下面找岩浆了 运气不错 还被我发现了一个钛合金 这波不亏 来到岩浆河上 取上两桶岩浆 回家回家 火箭背包就做出来了 哎 我的钛合金筒直接就消失了 心疼啊 心疼 飞上来找我的神圣树果实 用斧头把它砍掉 阿丽 过来看 好不好看 这个桌子不是三朵 当然好难受 难受什么难受 多好看呀 哼 三胜五五之一 到手 宝宝们 我这几天都快崩溃了 阿丽逮着机会就跟我说 做刷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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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我脑瓜子嗡嗡的 哎 不就是个刷石机嘛 做给你就是了 堵住他的嘴 让他以后再也不提这回事 刷石机的高度在200多层 上下比较麻烦 所以我决定先去挖一个硫磺青纱 得先准备好沙子 然后拿出钻石做一个蓝钻铲 啊 做了这个蓝钻铲 我身上就只剩一个钻石了 看来什么时候得去外太空挖点钻石了 嘿 别在这捉迷藏了 走吧 看看这个高度 再看看我身上的火箭背包 嗯 真香 这个火箭背包贵是贵了些 但是好用也是真的好用 路上看见了性能矿石 顺手踩一步 哦吼 这里还有大片的金子呢 运气不错 好大的一片岩浆河 哦不 应该叫岩浆海了 就决定是你了 这下面肯定有硫磺青纱 找一个好下角的地方 快去挖硫磺青纱呀 还在这里挖什么电石 我的手说 不 不可以 你把它们挖了才可以去 眼尖的我已经发现两个硫磺青纱了 就在前面 看见没有 那两个喷气的 用岩石在岩浆海上搭一条路 就是这里了 在这个喷气的地方的四周 都用沙子给它围住 随后把这个喷气的地方也埋上 哦 好险好险 旁边的这一格 我自然忘了放沙子 差一点我就变成烤桃子了 幸亏我眼睛手快 这反应 拿石套把自己挡住 就能安心的挖这个硫磺增刷了 其实挖一个就够了 但谁让旁边又有一个呢 看见了就一起带走 还是用老方法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此地危险不宜久留 找到阿里会合就赶紧回家吧 阿里把这个挖矿的事全全交给我了 自己不知道去哪里挖鸡子了 哎 你说说阿里跟我来这一趟 啥也没干 白来一趟呀 我来了我来了 我来了怎么样替你解决了一个硫磺弓手 硬硬硬硬 我身上只剩一颗星星了 差点又回不去了 那以后找机会带你去挖钻石吧 给你找点星星 哈喽大家早上好呀 我是桃子 出门前看一下天气预报 预报说今天有雨 果然一出来天就是灰蒙蒙的 大早上的就开始下雨了 找个地方再刷石机吧 好的好的 先放一个晴雨烟花 下雨的阴沉天气我可不喜欢 影响我工作的心情 刷石机就决定建在这一片海面上了 离家不是太近也不是太远 刚好合适 节省材料 用半砖铺一条小路 通往海面 搭一个小小的平台 就从这里开始 还是老方法 我们用沙子搭 地上插一根火把 上面放一个石块 在这个石块的上面 开始搭沙子 这样一直搭一直搭 一直到240层为止 中间搭累了 还可以停下来看一下风景 看我们的小房子 是不是还挺漂亮的 现在到了240层了 在这一层搭一个小小的平台 我身上的石头就搭了40多个 肯定不够 所以我决定先把无限水做出来 完了完了 大事不妙 我竟然只搭了一桶水 这可怎么办呀 有了有了 我身上不是还有硫磺精砂吗 这一桶水 干脆用来当做水电梯好了 有了水电梯 我还愁上不来吗 水电梯搭好了 接下来把这些沙子 回收利用一下 火把先留着 把上面的石块打掉 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 掉下来的沙子 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方块 直接捡起来就好了 回到家再准备一些刷屎机的材料 各种电器 还是来到老地方弄几桶岩浆 说起来刷屎机我也好久没做了 具体的步骤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做到哪算哪吧 一步一步来 我之前有两个视频非常详细的 讲解了刷屎机的建造过程 所以这里我就不给大家稀放了 相信大家也都会见刷屎机了吧 到这里 弹簧开始工作起来了 在这个方块上放上开关 到这一步为止 我记得还是清清楚楚的 用方块把这些电器埋起来 免得遭到破坏 上面放水还有放岩浆的部分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做一步算一步吧 在弹簧的一侧放上水 然后把水埋起来 弹簧也埋起来 然后在另一层再建一个小凹槽 把岩浆倒进去 好像是倒在这个高度吧 倒完了之后 把弹簧上的石块挖掉 哎呀哎呀 旁边忘了堵了 这样好像就好了吧 阿里还在翻教程呢 我先看看 哦果然对了 岩石已经刷出来了 阿里一开始想要一半刷岩石 一半刷岩石块的 可惜我不会呀 只能这样了 接下来还要不要做收集装置啊 我觉得现在的岩石 其实也不是很缺 如果不用岩石来盖房子 用到的地方也没有很多吧 那就不用建收集装置了 什么时候缺石头 再来拿就好了 嗯 收集装置就不用做了 累了一天的陶师傅 决定回家休息 看我的信仰之月 哇好爽呀 这个白米跳水可太刺激了